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有完整的圣经 为什么还读使徒信经呢 我手里的圣经是这个研读版 大家如果可能也买这一版 之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比较好的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它比较健康的 因为是改革宗立场的 比较保守的正统的学者们 它前面有什么背景介绍 底下有些结构分析 包括一些单独的经节主题 它会解释可以参考 那圣经这么厚 你要向别人说明的时候 或者说你教导你家孩子 教导你们教会的出信徒洗礼的时候 你要考他信仰告白的时候 或者是教导他基督教 教导他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三十六件 从创世纪到起书都给他讲一遍 对不对 那要讲的话 我们可能得花几个月 花几年去讲 从这个圣经的结构内容 从这个教义教理方面讲 很多对不对 但是信经呢 使徒信经呢 我们除了历史当中 学者们认为是作为一种告白 作为一种洗礼教育等等的一种教材 来说的话 有它的价值意义 同时也是 实用性上也是这样 就简略地告诉我们信的三一上帝 教会 还有这个什么永生来世 我信圣父嘛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嘛 然后到同志尼玛利亚神 受害 然后我信圣灵 我信教会 然后我信这个罪得赦免 我信永生 大概我们信仰的梗概就虽然不详细 但是他就一目了然地给我们整理出来了 就像一个首长是我信圣父圣子圣灵等等 教会等等 对不对 一目了然地便于传颂 便于教导 便于去告白 他就规范了我们 我信的是什么 你不是拿了一本圣经 哇几万字 那好吧 到底我信什么 我怎么去总结 把它核心梗概提炼出来呢 使徒信经 信经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给我们浓缩的梗概的 然后便于我们去背诵传颂 便于我们去审核我们的信仰 规范我们的信仰 便于我们去教导那些物性当中出信的 或者是洗礼教育的 或者是小孩子 让他们去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整本圣经 所有上帝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的原理都在里面 但是提炼出来的 虽然不是包罗一切的 但是却帮助我们短时间迅速了解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就是这个信经 所以为什么还要宣读呢 当然这就涉及到礼拜程序的问题 据说这是一个教会传统 初期教会包括后来渐渐的到四五世纪以后等等 礼拜当中就把它当作一种告白来宣读 礼拜里面有要素有什么悔改 称颂 奉献 还有告白 然后赦罪宣告等等 然后讲道 然后诸道等等 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告白我们的信仰 那告白信仰 我们不能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对不对 挑一些精炼的可以总结的这样的内容去告白 所以这就涉及到礼拜程序的问题了